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容易感冒的冬季 多吃苹果对养生大有逼艺 在辽宁 连续使用了三年大力丸的苹果农户 对大力丸的效果只有一个字的总结 爽 可见相当满意 总体来说 今年的采收都是大果 没有小苹果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 看看啊 这大苹果 完美的 来拿手笔一下 看看 找不找人写 看看 大力丸太给力了啊 看这大苹果 同样 另一户辽宁苹果农户 再用了大力丸的苹果 色泽漂亮 喜红喜红的 见了今年采收的苹果 农户可乐着了 啊 这大苹果 啊 太大了 我的天哪 喜红喜红的 这叶盒跟它一比六了 哈哈 哈哈 看这大苹果 哎呦 我的天哪 一路南下 来到广西 本周大力丸团队与百设市田东县 举办了一场以芒果安树为主题的农民会 天色一暗 加上寒冷的天气 但却不阻挠农民们参与这场活动的决心 可见这小小颗的大力丸在农民心中的魅力 大力丸团队在场发大力丸单页给到场的农民们 墨经理也为大家简单介绍大力丸 让农户们对大力丸有更深入的了解 明白大力丸和常规复合肥不同之处 魏经理也亲身示范大力丸肥力释放小实验 让大家能更清楚了解大力丸的特性 本周 回访团队也回访了好几位管西安树农户 农户表示用了大力丸的安树 破皮块 树体长势好 还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直以来所面对的山上施肥问题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回访视频 梁总 你觉得这个效果满意吗 满意啊 满意啊 非常满意 一大村啊 用这个也是这个效果的 破皮很快 而且它的那个长势啊 那个叶子中顶比较好 中顶比较厉害 反正农户啊都是很满意的 30号用的大力丸在这边 现在长得绿油油的 比它新重一年 现在的长势 两个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比那个一般的肥料轻松多了 对啊 比一般的肥料轻松多了 满山蒸岭 那么难的抖 我们爬上来去的全了 如果是你们拿那个大力丸呢 很简单 如果是你们拿那个普通肥的 就很困难了 是吧 大力丸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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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丸轻松施肥 其实也不只是帮忙解决山上施肥的问题 大力丸简单的施肥方式 连小孩也能轻易明白 夏天帮忙一起施肥 回顾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小丸有大力省功省时又省力 今天的每周回顾就到此为止 我是黄子涵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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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